这一棵甘松 看这个老辣的 这边的舍利 这边都是舍利 还有它这边也有一条杆 这条杆它是往上面这样 这样弯了 现在它两条杆在一起 好像就不太好看了 是一本的 要把它挖出来 再看一下到底怎么样 如果实在没用的话 就剪掉一条 现在挖成这个样子 你拿着手机我来 下面有一条大竹根 应该在这边吧 这边好像有树 起来了 起来了 这个小根 这个小桿刀 现在就挖出来了 目前是这两条桿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飘 这个挺漂亮的 但是这边这条桿 也不错 两条都挺不错 感觉剪哪一条都 有点可惜 但是不剪了又 又没什么看头 它每一条都有它独立的这个 魅力 但是两条放到一起呢 就想着就 臃肿 那 两条斜杆 这个从这里剪断 不是跟那条一样的吗 比起一个方式 但是感觉 如果是这样剪断的话 就太普通了 还不如把这个剪了 留这么一条 像这种弯的 很少哦 刚说你见过吗 是吧 这个材有特色 那 我们到时候种这样种 这里还有一点丝的 那个把它剪掉 这个剪不剪 如果能出枝 没事 不能出枝就 这个也挺不错 这个就不要了 要是我的想法 就是把这个剪 它已经也是快断了 有一点点皮 就不用想了 就不用搞力了 那个根捞 让它让它 现在再把这个土球搞少一点 这个土球很结实啊 如果说就这么大回去的话 存活力 几乎可以说 百分之百 但是太大了 这样搞回去 都没有盆重 你没用啊 以后你扇盆也要修 这样子太大了 你没什么用 对啊 土球又结实 这样砍它都不散 是啊 我用手都捏不动了 这个土球真的很结实 上面的狗骂人了 还骂得很大声 现在这个 还大一点 还大一点点 对 这边这边 对 这边没有根 放少一点 挖了这么大一个土球出来 搞了这么点 应该差不多了 现在大概就是二十多一点了 三十的盆就随便种了 还是吗 还是吗 还搞钱一点吗 不用了 够了够了 下面这个根再搞的话 会漏出来的 这样短一点就行了 那个是 差不多了 也不深了 不到十公分了 这个就搞成这样了 整体还是很不错了 这粗度大概是三四公分 这个本来有舍利的 就是这个泥丝了 看不透了 刚才一开始看了 没有搞湿的时候 很漂亮 整体一个大弯 一个大飘 种到这样的话 这个就飘了很多 种植一点就没那么飘 这个真的挺不错的 起码像这种 扛送的话 还是比较少见的 高度大概有个六十 土球呢 不算大 二十左右的土球 一个直径二十五以上的盆 就可以种了 这么大一棵树 住二十五的盆 应该不过分吧 也不算被盆了 挺不错的 这个还是可以 挖了两三天 感充了 这一棵 算是一棵比较满意的 好 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有喜欢 下山庄的 也可以私信留言给我 记得点个赞 加个关注 我们一起挖庄 一起网盆景 拜拜